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殊不知中年女性也同样渴望爱情 只要是单身的女人 不管在哪一个年龄阶段 对爱情都会抱有幻想 对婚姻仍然会有期待 很多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 觉得她们又单纯又没有感情经历 好像白纸一样干净 但是真正聪明的男人 会喜欢成熟睿智的中年女性 因为中年女性身上 有年轻女生没有的魅力和风情 所以往往是中年女性更难追 因为她们在经济上可以自我满足 她们的个人价值可以在事业上得到体现 她们不太喜欢听男人那些花言巧语 男人在年轻女人身上的套路 不管是追求的套路 还是谈恋爱的套路 对中年女性都是没用的 中年女人早已过了爱情大过天的年纪 比起那些看不清摸不着的爱情 她们更喜欢在生活中 踏踏实实地生活着 她们会更有人间烟火气 男人追年轻女人 一哄二捧三甜言蜜语 但是中年女人 不会轻易被男人们这些套路所诱惑 男人追求年轻的女孩子 可能确实是轻轻松松的 但追求中年女人 仅仅只靠钱 只靠爱情 是远远不够的 在物质上 中年女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 她们能够实现自己自足 甚至她们还能给自己 很好的生活 完全不需要依附男人 在感情上 虽然她们单身 没有恋爱 但是中年女人也不孤单 她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有好的爱情 好的男人 好的婚姻 对中年女人的生活 是锦上添花 但是如果没有爱情和男人 中年女人依然能够 过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中年女人在感情当中 要的不是男人的甜言蜜语 也不是男人那些恋爱套路 而是男人对自己 心甘情愿的喜欢 以及久处不厌的感觉 人到中年会越来越挑剔 不管是对于感情 还是对于朋友 只会选合适自己的 只会想对自己胃口的 年轻的时候 喜欢去做无用社交 以为多认识一些人 自己就多了一条路 后来却发现 与其自己总是卑微讨好别人 还不如躲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更为干脆 年轻的时候会去应酬一些人 会去应酬一些事 哪怕那个人不是自己喜欢的 哪怕那件事 不是自己想做的 前半生没有活成随心所欲 人到中年的女人 只想活得随心所欲 不用去讨好谁 不用去应酬谁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女人在年轻的时候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男人 不管对方爱不爱自己 都愿意迎难而上 而到中年的女人 不想活得这么累 不想活得这么卑微 只希望选择相处舒服的人 只愿意选择对自己真诚实意的人 女人的前半生 没有去依靠一个男人 没有去依靠一段感情 人到中年之后 如果有一个靠谱的男人 可以给自己依靠 对于女人的感情生活 真的就是锦上添花 毕竟年轻的时候 可以为爱情不顾一切 到中年 每个人考虑的都是安稳 每个人想要的 就是日子过得舒心 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 从来就不是那些表面的浮华 而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关心 而是细枝末节的感动 而是行动之中的踏实 人到中年 希望男人多一份贴心 而不是让自己的生活 还多一份操心 如果多一个人 进入自己的生活 意味着要全部改变 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 让自己的生活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年女人 不太喜欢这样的方式 每个人都需要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如果女人要为男人的生活负责 那不是让自己的生活 还多一份负担吗 男人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遭到很多拒绝 并不是中年女人 对你没有好感 也不是中年女人 不喜欢你 而是女人习惯 自己单身的生活后 很难敞开心扉 去迎接新的幸福 男人在这种情况下 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就应该用自己的行动 去坚持 用自己的贴心去坚持 用自己的相处舒服 去坚持 但中年女人 真的被你打动后 她也会敞开怀抱 给你拥抱 如果能有一个人 愿意陪伴中年女人 愿意给女人 新的幸福生活 谁又愿意 在世间一个人 举举独行呢 男人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靠的不是钱 也不是男人的情 而是男人的贴心 是男人懂得女人 在感情当中的需求 是两个人 共同成长的精神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 除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琐碎 还有脱离于 一地鸡毛生活的 精神世界 烟火器是真实的生活 精神世界 却是灵魂对灵魂的碰撞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二者缺一不可 神道中年 女人越活越通透 越活越智慧 她往后余生想要的 并不是一段凑合的婚姻 一个凑合的男人 中年女人在感情当中 看中的并不是男方的能力 也不是男方的经济实力 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比自己一个人在一起 还要舒服 中年女人将自己的人生 看得很贵 男人不要随便去聊 因为你随便去撩 根本就撩不通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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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